竹女白天很多事 竹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竹女家務事 婚姻被看衰如何走下去 以後可以照顧家裡嗎 可以照顧小孩嗎 沒有這個演藝事業了 會不會給我小孩壓力啊 我都會很認真跟他們解釋耶 不外流血的背景回來 滿親的正黃情 還是小黃情 媽媽就對男生 有很多的一個意見 沒有文化其實是妳的作品 是妳爸媽沒有把妳交好 對 我 講到感情啊 女生就是會有憧憬 這電影都演那個 麻雀變鳳凰啊 對啊 而且人家也很喜歡 也好好笑喔 而且我們也很喜歡 那個追夢人 就跳都拜這樣 追風的感覺 對 麻雀變公子 那些我都覺得好浪漫一些 感覺都會真實發生啊 對 女生就是會有憧憬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 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說你們在 感情的過程當中 有遇過說 因為哪一件事情 真的是有落差 而造成後來 感情真的就沒辦法走下去 至於 因為我就是麻雀 妳就是麻雀 我本身就是一個麻雀 我那時候大概二十初歲 就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男生 但我那時候跟他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出去 對 所以那時候你不會發現 你跟他有什麼差別 或是有什麼差異的感覺 然後一直到我們開始曖昧 然後交往 約會 我就發現我們兩個是完全 兩個世界的人 為什麼 就是從那種 約會的地點就看得出來 就是一開始他問 我說妳想要去哪裡 我就說我想要去一家咖啡廳 然後他是最近非常紅的 要排隊 但是他很好吃CP值又高 他就回我說 怎麼吃CP值 就是很高 有時候 那種落差也那個沒辦法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不想要排隊人寄人 所以他不會包向那整家店吧 更誇張 他很有防疫的觀念 對 他就帶我去了一個 很好 等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 然後可是外面的 跟我們是不同 外面是那種就是 好像就是好棒喔 可是我們會覺得 好不浪漫喔 很不浪漫 而且我那時候大學生 我旁邊住的都是 貴婦等級的 很無聊 對 然後我那時候 一看到帳單我真的嚇壞 一個人要快兩千塊 對 我就想說只是一個 幾塊蛋糕跟一杯茶 這樣要兩千多塊 而且你們那時候 還那麼年輕對不對 才二十出 男生比我大是他買單 但是我看到帳單 我自己心裡還是會覺得 太浪費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的手機 是放在桌上 我手機是舊款的 然後螢幕還裂掉 他用我說 妳為什麼要用這種舊手機 而且螢幕還裂 妳幹嘛不換 我就說 可是我沒有錢 對啊 而且還可以用 為什麼要換 他就立馬拿出他的手機 打電話給他的門司說 幫我訂一支最新的 大支白色的 我要容量最大的 好大氣喔 很大氣 但我當下嚇壞了 我當下真的嚇得到 那是因為妳年紀小 妳看看 就是我們 DESY現在這種年紀 妳覺得太好 就很好 好棒 現在可能會有點辛苦 結果馬上說 我也覺得最近有一款 包機器也滿不錯的 太好久 對啊 對啊 順便換 要不然我手機要放哪裡 對 反正那時候 我就那時候就嚇到 然後後來去看電影 看電影的途中 結果他就從他的後車廂 拿出了 一大樹玫瑰花 好浪漫喔 這樓台的香水送我當時 到底哪裡有問題啊 很好 妳現在從頭到尾的問題是 我覺得太恐怖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麼搞干 我就是一個輕鬆簡單的約會 然後他準備一大樹玫瑰花 這樣給我 我覺得 太恐怖了 我覺得還是年齡 我覺得他年輕 當時年紀小 對 當時可能 可是妳這聽起來 是滿正常的 但我覺得要走到婚姻 大概都已經 有一個某程度上面的 生活上面的謀合了 怎麼會到婚禮上面 才覺得說 好像真的很不合耶 會啊 其實 像我之前有一對新人 她就是 他們是很年輕就認識 大學是班隊 然後大學畢業 還不到出社會一年 女生就懷孕了 那懷孕了就說要結婚 這樣要辦婚禮 可是妳真的要辦婚禮的時候 它就不是兩個人的事 它是兩家人的事 對 對 開始很多落差 就出來了 因為這個男生 他們家就是 是在市場做水果攤的生意 那媽媽就覺得說 兒子才剛畢業 那又沒有經濟基礎 那要辦婚禮OK 那我們就是 簡單請一些 就是比較親的好朋友 那辦隆重溫馨就好 可是女生不一樣 那女生呢 他家裡面 就是爸爸是企業主 就是董事長 而且他又是唯一的女兒 又是他們家 第一個結婚的小孩 那爸爸就是又要有精孫 那爸爸就非常的開心 就想要一定要就是 來隆重的就是盛大的舉辦這樣子 就開始找場地 那找場地呢 那婆家認為說 那我們就是找家附近的婚宴會館 那就是請一些比較親的就好了 那因為媽媽也不想在市場欠人情什麼的 對 可是這個爸爸當然不這樣認為 他是商界人脈很廣 爸爸也跟我講說 我怎麼可能請的這個不請那個 然後算一算下來 最少就要請五六十多 對啊 就落差很大 而且一定他就是要在這個 五星級大飯店 才每一件事情 每次來我們公司 都卡了 好吧 那就下一次再說 後來那婚期就越來越近了 而且肚子越來越大 所以肚結越來越大 對啊 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 然後就是來各個擊破一下 我就有一次我就請那個婆婆來 我們門市 對啊 然後我就跟她聊一下 然後她講一講 她就講出心裡話 但是她覺得很委屈 她覺得這一門婚事 好像她從頭到尾都是被逼的 我也沒有想要那麼早做那個阿嬤 然後我也沒有想要辦成這樣 可是現在就是都要配合女方這樣子 那沒辦法 因為她兒子要寶寶 對啊 然後我就跟媽媽講說 我就勸她說 其實真的啦 就是馬上今孫就要出生了 那對女方來講 其實女方她們多的要求 她爸爸都願意支付 並不是說完全要男方這邊支付 最重要的就是 讓他們兩個有一個難忘的回憶 畢竟一生一支 另外一邊我就趕快跟這個新娘講 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嫁進去的生活 真的才是最重要 不是只有那一天 我說妳要表達一個誠意 那這個新娘她也真的很貼心 因為她一畢業 她本來是要去家裡面 就企業上班 她就沒有去自己家裡面企業上班 她就改到婆婆那邊 去水果湯幫忙這樣子 然後婆婆也感受到她的誠意 所以那天也是就完美 後來就很圓滿 不過最重要的橋樑 還是因為有妳 對 好像我就是 個性滿直接的 然後好像很多事情 都是我喜歡自己做主 我沒有辦法聽人家講 所以其實在感情路 或是婚姻路上 其實也遇到滿多問題的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 對方的家長會質疑我的工作 質疑我的家庭 然後包含上我的婆婆 其實一開始 因為她的小孩也是很 很有成就 所以她會覺得說 到底妳是什麼樣的人 為什麼我的兒子會喜歡妳 她就會說妳的工作 這時間不穩定 以後可以照顧家裡嗎 可以照顧小孩嗎 如果妳四五十歲之後 就沒有這個演藝事業了 那妳在家裡 會不會給我小孩壓力啊 對 她就會有很多這個質疑 就要去跟她一個一個解釋 然後她也會質疑說 妳的 我的父母是離異的 所以從小長大的過程 會不會觀念就是跟我們 正常的家庭不一樣啊 妳聽到這樣 應該會很難過吧 對啊 我都會很認真 跟他們解釋 對啊 我就是一個 打大很認真跟她講 對啊 我說對 她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 才可以解釋 而且我會說 妳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離婚 我媽媽怎麼會離開我爸爸 可是她之後開創 她更好的事業跟人生 然後我也因為這樣 變得很獨立啊 什麼什麼的 我就會跟她解釋 然後到最後她就可以理解 對啊 像我的婆婆 現在就覺得我的工作 非常自信 很自由的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像這樣子也不錯 就是說如果對方的家庭 是可以 我們就是攤開來討論 然後她也願意接受 就是說我們正面的 來面對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感情還是會有一個 很好的圓滿結果 但是劉律師這邊 好像的案例就 有這麼圓滿嗎 找到律師了 就是應該是比較大條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認為說 結婚前應該要看清楚 對 然後 也真的覺得 這個對象是不錯的 才會結婚嘛 正常都是這樣 但你知道 我們其實在民法 有一條規定 叫做 詐數結婚稅 施用詐數 使人結婚 他是有機會 撤銷這個婚姻的喔 那男方呢 本身在大學畢業以後 也考到了那個國營事業 當國營事業的員工 然後女方呢 她本身就是要一個 建設公司去上班 所以看起來兩個都是 都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所以就開始談 然後再來就是 要讓彼此的父母親 可以接受他們 那女方的家庭 剛好是公務人員的家庭 所以她知道說 男方是在當國營事業的員工 看起來也相對穩定 那所以就是覺得還可以 所以男生到女生家裡面去 就還可以接受 跟這個爸爸媽媽的互動 那接下來呢 女方就想了解 那你男方的父母親在做什麼 那男方就跟他說 哎呀 這個我家呢 我爸爸呢 其實是在做風水師啊 就是幫人家看風水 就是一個正當的職業 後來也就順利的就結婚了 那結完婚以後 女方就到男方家裡面去住嘛 那住了以後才發現說 老公為什麼你晚上跟假日啊 還不僅就是下班以後 不能休息 還要去兼當什麼 為什麼 雞童 原來他們家 不僅是當風水 這落差有一點大 對 家裡其實是一個神壇 如果另外一半這麼說完之後 我會說 那你現在可以來一下嗎 我好想問兩個問題 沒錯 好像上升是不是 要離聚一下 好 不只這樣子 其實這個爸爸除了當法師 當風水師以外 他們還負責去 例如說人家那個墳墓要改啊 然後還要去做檢古啊 還要做這些儀式啊 然後他兒子也要去幫忙 所以有的時候就變成說 爸爸跟兒子會假日一起出去 或是有時候請假出去 所以他太太越來越覺得 奇怪 我老公 這個除了國營事業 好像這個員工是個幌子 剩下主要的正職是 當雞童 還要負責檢古 然後最後最後做幾年以後 爸爸還讓他接棒當法師 所以他完全都覺得 這個跟他想像中 跟他理解到的洛杉磅 對 然後對他女方的 爸爸媽媽也很難交代 因為你不是國營事業員工嗎 我們是公務人員家庭 結果怎麼慢慢的 你從國營事業 變成當法師 當雞童 然後主要正職 在做檢古這個動作 所以就鼓吹就希望他來 肅請離婚 但是我們也真的很老實地 跟這個女方講說 說真的我知道 婚姻本身其實某個程度 就是一個互相欺騙的過程 比較大了一點 這麼直白話 對 但是如果男方 也沒對你家暴 也沒有在外面著笑 也沒有對你怎麼樣 說真的要用這個理由 跟你當時候期待不一樣 來肅請離婚 其實是不太容易能成立 只能說你可能當初真的 世人不俗 沒有好好認真的 發現你老公究竟在做什麼 對 所以他們還是在一起 對 就還是在一起 只是他就是每天過著覺得 這不是他想要的事 這家族事業 真的 人家也要逃逃 對啊 曾經有採訪一個對象 那他 他很感慨一段婚姻 那這個婚姻 因為他有 他第一段婚姻 是因為太太過世了 所以他太太過世之後 你知道他就是上偶 人生當中上偶的痛是很大的 那個如果要講那個疼痛指數 他大概有八九十分 那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那有一天呢 就是他慢慢這個心靈被扶 就是比較好一點之後 就發現說 怎麼公司裡面有一個 打掃的清潔阿姨 那他看到她的時候就 驚為天人 就想說哇 這麼漂亮 怎麼會 就長得很漂亮 然後而且也就是客客氣氣的這樣 就喜歡上他了 那當然就是說 被老闆喜歡 被老闆追求 他會覺得說 蛤 真的嗎 怎麼可能 而且他跟老闆講說 老闆其實我也是上偶 他也是先生過世 然後他有一個女兒 所以這個 這個老闆是有兩個兒子 所以他覺得OK 那這個太太也跟他講說 可是我的學歷不高 我很怕我配不上 他就跟他講說 我相信你會喜歡我 不是因為我的錢 因為他跟他交往之後 他發現這個女生就是 很溫柔很體貼 單純 對 很單純 所以最後 這個女生也被他感動 所以最後兩個人就結婚了 那你知道就是結婚之後 就是才是問題的開始 兩個人的個性是 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老闆他要出去應酬 可是這個太太就是 很不喜歡出門 而且他也不太會打扮 所以當老闆要去應酬 叫太太跟他一起的時候 他就很痛苦 所以他每次陪他去應酬 他是不開心的 然後再加上說 他的學歷跟這個老公也有差 那老公是個氣管碩士 然後管理整個公司 所以他有時候 跟太太聊天的時候 太太就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所以也覺得痛苦 那再加上說 他自己會覺得配不上自己的先生 所以他就會常常認為說 如果老公講一句什麼話 他會很往心裡去 他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那他發現說他往來的客戶 或是公司裡面一些 比較要高級一點的幹部 他們都是高學歷 然後外貌又不錯的 就會懷疑先生 你會不會去喜歡他 他就是沒有安全感 對 他超沒有安全感 沒有自信 那先生一直跟他說 我鼓勵你去進修 你不用擔心 我就是很愛你的 但是這個太太 他就是完全被自己的沒自信 跟 最後這段婚姻還是就 他就是跟這老公說 我這樣子真的太痛苦 所以他就提出要離婚 那當然這個男的 他也決定說 好 那我就成全你 可是他就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他還是很愛這個女生 對 我覺得其實是有空間的 但是可能個性使然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這個 結婚這一塊 所以說我遇到一個案子 所以一個男生 他剛好遇到的這個 交往的對象 是這個有國外留學的背景 回來 他是在耶魯 分子生物研究所裡面 當研究員 這個看起來是學歷很不錯 然後他又是在這個 大陸撤退來台的時候 他又是滿清的正皇期 還是相皇期 所以說 貴族 這個男生看到這樣子 女生這樣一個條件 男生檢視一下自己 就正常 有機會翻身了 對 鎖定目標 盡可能的去 全力配合 對 所以例如說 我聽到他最誇張的一個講法是說 因為這個女生很喜歡去潛水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在這個女生去潛水 是在一個太平洋的一個 莫名其妙的一個船速船潛 船速船潛就是說 就只有坐著船 然後沒有靠路 就是在每一個潛水 對 所以說那邊的地方的通訊 非常的困難 換句話說 通訊的代價很高 那這個女生就是為了 很無聊的事情 要跟這個男生就是討論 甚至就講白了就是吵架 那個吵架的那個代價 所花的這個電信費是 二十幾萬 對 那船速船潛 總共有才九萬多塊的一個女生 搞花二幾萬 坐飛機去見面講都還滑船 對 但是不一樣 因為 是我們一般人能理解的 我們是幾萬多 英雄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真的 這個女生不只是她自己 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她的媽媽也是比較強勢一點 她認為說我們的鞋頭很純正 然後我們的地位很高 所以說她在提這個聘金的時候 那開的金額非常的誇張 結果說兩邊還要就是 真的還在撒架 我就覺得這不是很好看 對 更有趣的是 她明明都沒看過 她有什麼親友 但是這女生開的那個 要那個餅錢嘛 對不對 她開五百盒 這麼多 對 但是結婚來的時候 她還開了五百盒的錢 因為那五十盒耶 但是這是災難的開始而已 像在這個用餐的時候 這個女生的媽媽就對男生 有很多的一個意見 例如說我還準備了一個道具 使用筷子大概可以分成兩種方式 一種是 一種是這樣子 這樣子就這樣 X型的 這樣去夾東西這樣 另外一種是這個 V字型的 V字型這樣去夾東西這樣 比較日本的風格 所以說這個滿足的這個媽媽 她是說 這個才是有文化的加法 標準的 然後這個是 沒有文化的加法 然後這個沒有文化 她說她就直接跟那個 一次用餐的一個期間 她直接跟這個男生說 這個沒有文化 也不是你的錯 好傷人喔 是你爸媽沒有把你交好 好美麗 超氣孔 超感到人家的爸媽 所以說這個 這個男生就開始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那這個好戲還在後面 男生一直被驅入 然後家庭這樣子 一直被瞧不起 到時候真的受不了 好 就離婚 然後付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費用 終於把這個婚姻 把它結束掉之後 在一次 男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面 發現了這個女生的 前男友們 才發現 前男友們 猛 複數喔 對 怎麼發現啊 就是剛好就是在聚會裡面 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女生是你的前女友 剛好都兜在一起 認識的時候才發現 這女生講的 所有的版本 都不一樣 所以根本不是純正的血統 對 甚至他的這個 耶魯大學分針所的 這一個研究員 其實他只是一個 甚至說 那個男生還在他的 這個女生的家裡面 發現有一百多盒的名片 這太可怕了 對 所以說 這個是很專業的 而且媽媽也是詐騙集團 對啊 這個應該是 共犯 對 共犯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 就變集團 所以他們是為了要詐騙 那個離婚的費用嗎 一個是 你結婚的費用 他先洗你 那個時候也洗 然後那個女兒 在交往的時候 交往的費用也洗一次 最後離婚的代價 再洗一次 那這樣子的話 那女生自己背景 紀錄也很多耶 還滿厲害的 對啊 可是這男的這樣子也是受傷 天啊 這種故事好像也是驚悚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 我們的星座上面去發現說 我自己這種個性 是不是好像呢 也會很在意門當戶隊呢 門當戶隊它是一個 有時候人還是需要它嘛 可以接受很多生命的時間嘛 我們來看它最在意的第三年 最在意門當戶隊 巨蟹座 為什麼呢 尊嚴至上 它代表巨蟹座是一個 如果他窮 他不希望對方太有錢 如果他有錢 他不希望對方窮 所以巨蟹是一個 你可以說他是患難與共 但是同享福跟同享樂 他是這樣的一個星座 所以他們因為在意尊嚴 基本上他們也在意門當戶隊 好 那如果第二名呢 我們來看一下 母羊座 哪有 我們是追求真愛的星座 母羊座好了 對 我們只要有愛 就可以當伴 那當然母羊座 我們給他四個字要各自努力 那我們知道母羊座 他在星座跟塔羅之間是對應的 代表母羊座那兩個字叫做 戰爭 什麼意思呢 母羊是一個人重視自己 戰鬥力的星座 所以如果只有我在衝的話 老公擺爛或男朋友擺爛 那不行了 我重視外型 你一直發福 我們會同一個小綿羊 退變成戰羊 就我覺得兩個人 就是要一起進步的那一種 那你看他 就是如果你發現他有點怠惰 有點慢下來 你就會好像也想鼓勵他 鞭子抄他 沒有鞭子 我們是愛的教育 好有默契喔 雖然他那個愛在的時候 是不會說 可是他會漸漸喪失 對你那個愛的濃度 所以如果是配合到另一半 然後就你的母羊座 另一半是很努力的時候 你自己一定要有這個意識 我遲早會淡 好 第一名是 我們現在第一名的星座呢 天秤座 天秤座給人的印象是 好像是公平對不對 對 所以它基本上 本來就是一個稱職 它代表著互補原則 所以對它來講呢 另一半 它能補上自己缺口的部分 但它自己本身 也具備了一些條件 那可是這個感覺 用在婚姻以及愛情 它是不是有一種 我有些條件 所以你也要有一些 我們加起來才是一個圓滿的圓 所以最重是這個 復補原則 那種天秤座 那其實我們看到 剛剛有講到一步登天這件事情 講一步登天 果辣 果辣 可同耶 以古人為例子 好 吳澤天是 水瓶弱 真的假的 吳澤天 跟妳一樣個性很獨斷 就是要聽我說 對 他是公元 然後六百二十四年 二月十七號出生 我耶 你要我一定要 我也是二月十七 你代理王 你是林澤天 那大家至少都看過連續劇 對不對 對 剛開始可是唐太宗的妃子 他是才人 對不對 我是隨著唐太宗過世之後 他跳起 變昭夷 變黃 或是唐高中時期 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選擇 第二階段他開始有地盤了 要開始發展勢力的時候 交一個生死與共的另一半 周瑜 他是好兄弟 周瑜去小橋 所以他代表說階段性 他要快速地實現自己的理想的時候 他需要省點人生的時間 真的也不錯 小梁哥要小心囉 他常常說我炸婚 所以我剛剛那一段聽得到 造成那個原則 好 所以大家在討論這個 到底有哪些原因造成我們這個 真的有落差 有時候坦白講 價值觀也是啦 對 習慣 文化等等 都會產生問題 所以想請問一下林澤天 你是要求另外一半改的是不是 現在不敢再叫我改了吧 聽到這個我想要就是 替我的朋友發聲 因為我的朋友就是有被 婆婆嫌棄一些 我覺得也不能夠改的事實 然後我覺得很扯 而且我的朋友已經跟她的 男朋友交往可能五六年 然後也生小孩了 然後至今 她的婆婆都還是叫她 那個人 那個人 不能接受她 然後她的婆婆說 妳只是清華大學畢業的 清華 很厲害 妳很厲害 兒子是教大的 差不多啊 熟 有沒有個很特別 差不多很好 對 就是學歷很好也被嫌 然後我朋友就是比較高大 然後她就會覺得 然後婆婆很瘦小 她就會覺得說 這樣不是基因學以後 小孩長得高大 她想要瘦瘦的人 就是我朋友雖然內心有不滿 但是也算是為了老公 就是在婆婆面前 都是可以忍耐 還是固定可以每個月吃個半身 可是我覺得她老公 為什麼不說話 妳媽媽如果都叫妳的老婆 叫那個人 男生有點媽寶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不滿意的原因 真的可以白白中 但是有時候女生 也是要為自己講話 或是男生 妳也是要為老婆講話 所以妳那朋友 就一直隱忍 對 然後她就盡量 不要有摩擦 盡量不要見面 就搬遠一點 第二次要跟那個人見面 那個人 對 但我覺得這樣很痛苦 真的太痛苦了 對 真的 我有聽過一個也算滿特別的 就是有一次有一個爸爸 就來我們公司 然後他就說他要幫他 人在外國的女兒跟女婿 就是回台灣辦婚禮這樣 那個爸爸一走進來 就整個就是不怒而為 眼神銳利 像民主英雄的感覺 然後爸爸坐下來聊一聊 他就說原來爸爸的軍階很高 在軍階裡面是降級的這樣 然後就開始聊 然後就是想說要準備一些細節 那聊到像婚禮 現在不是都會播一些 兩個人從小到大交往的照片嗎 這時候爸爸就略帶憂鬱的 拿了手機出來給我看一下 他說你看這是我的女兒跟女婿 那我接過來一看 我就知道爸爸為什麼有一些關心 因為原來女兒非常地優秀 但是嫁的是一位 對 就有一天到很晚的時候 突然那個新娘從國外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哭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說怎麼了 他說他跟爸爸吵架 也跟先生吵架了 我說你怎麼會 這兩邊都吵架了這樣子 原來就是我們談到 我們台灣有一個迎娶的習俗 那迎娶一定是要就是 新郎新娘跟就是月婦月婦 跪下 雙膝跪下 拜別父母 對 那他在跟這個 就是老公討論的時候 就講到有這一部分 那我們這個洋女婿 就非常不能夠想像 他覺得說因為在外國 就是他們叫月婦 是直接稱呼他的名字 比如說什麼James 老周這樣子直接叫 他覺得說 Y 就是我要雙膝 而且還要下跪磕頭 對 而且他就是雙膝都要跪 他說你要我跟妳跪 跟妳就是求婚 剩下戒指 沒問題 但是你為什麼要叫我雙膝 跪下跟妳的父母 他不能夠想像 對 那這個問題 他就回來跟爸爸講說 可能這一部分就是沒有辦法 就爸爸就 說如果這一個部分 他都沒有辦法接受 那就不要結了 你們就不要回來結了 都很硬耶 爸爸應該很愛講這種話 對 可能他也累積了很多的不安 對 那這個女兒說怎麼辦 到底現在應該就是怎麼辦 那我就趕快跟他講 我說這個可能 因為我知道爸爸 那個眼神十分的銳利 我們還是從女婿那邊下手 我就趕快傳了一些 拜別的影片跟照片給他看 我說你趕快給老公看一下 讓他知道說 其實這個不是說 特別叫他一個人這樣做 是真的我們這邊 就有這個傳統 而且大家都這樣 應該也有給他看一些 老外貴的影片 不是你一個老外 今天很吵 對啊 就是讓他知道說 其實這個是有意義的 而且是一個習俗的傳承 那後來這個楊宇婿 也就接受了 那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那一天的飲曲 也辦得非常的溫馨 對啊 就是爸爸這個降級 也是這個流下男兒淚這樣子 對 然後很感動 婚禮這些雜雞雜爸的事情 這麼多 Tressy都很會喬 小梁哥你也喬得不錯 這是真的沒有辦法 婚禮顧問不是婚姻顧問 還在努力顧問 那這是負責那一天處理好就好 後面你們的婚姻生活 我們自己處理 我自己都還在努力 不過沒有Stacy 我們這律師後面就沒飯吃了 真的 所以一定要先結 後面才能來臨 對啊 那我們就有一對 也讓我們很意外 她這個狀況是這樣 有一對這個男女朋友 他們一起在國外念研究所 那其實他們兩個在 這個國外談戀愛 也很希望就在國外 就直接就去結婚了 就在國外辦結婚登記 可是因為父母親都是台灣人 所以還是希望他們 能夠回來台灣 不要衝動 對 然後也回來給父母看看 那因此他們就從國外回來了 那再偶然的有一次 這個男方到女方家去做客 然後剛好就是去年 這個快年底 總統大選那一段時間 突然發現這個女方的父母 不斷地在罵電視裡面 某藍色的政黨 怎麼樣... 講了一大堆 真的... 也有很多家庭 真的很精彩 對 就是一講了這個以後 男方就三條線 忍耐地過完了那一個晚上 隔天呢 男方就問女方說 我問你喔 你爸媽為什麼對於 那個藍色的政黨這麼激動 女方就跟這個男方說 我告訴你 其實我的祖父祖母那輩 是白色恐怖的壽男家庭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事情 非常的不能接受 那我們也就對於藍色政黨 非常...就是討厭 認為他們怎樣怎樣很多 那這個男方就跟他說 那慘了 完蛋了 我要告訴你 我的祖父祖母 是 黃埔 黃埔第一期正藍期的 我好厲害 又有藍 他們就是一個什麼樣的緣分 他們也很出力業 其實兩個的家事背景都很好 但是就剛好一個是 非常對立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 男生就跟女生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知道了 我們是不是趕快回去 跟彼此的父母講 以免說婚姻結了以後 大家反而那時候知道 才不開心 至少先化解這件事情 這太難了 男方回去跟他的父母講 他的父母就覺得說 這個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 那我們大家就沒有關係 因為你們已經都是孫子輩 但是女方的家裡就不一樣 因為他是受難家屬 所以其實他們的長輩 吃過很多苦 包括他的父母肺帶 也吃過了一些苦 所以非常不能接受 甚至直接甩女方一個巴掌 我們不要再講下去了 我們家裡 你不可能有人嫁這種人 不可能嫁到那個地方去 那這真的結不了了 你還嫁給他 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女的就只好就是跟男的 真的就是跟他說 抱歉 我的父母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個婚事 可能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那是不是有真的 開始可能真的是條件沒有很好 但是後面也是幸福快樂的 對 那這種東西 我們剛剛講麻雀變鳳凰 現在講鹹魚翻身 就是這個朋友 他是繼承家裡的事業 那聽起來好像不錯 那那時候太太也是因為 他們家有一點錢 所以就嫁進去了 但是好景不長 就嫁進去兩年多 他們家因為就是資金周轉的問題 那就周轉不零 那所以就是欠了一批股債 那這個兒子要繼承父業 那就是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叫做負債子還 所以他等於就是去 背了爸爸的債務 然後他就是因為 家到中落欠債 那這太太就覺得 生了兩個小孩就覺得說 我也沒有辦法 跟你一起受苦 所以就把小孩帶走 然後就是要跟他離婚 那他自己覺得說 我現在也沒有什麼條件 要求你跟我一起生活 因為負債只還 但是負債要期還 他也不忍心 所以當然就放這個太太走了 那那時候他到處打零工 甚至就是去當街友 就是睡公園 睡火車站 然後甚至是 那個上廁所就是在公廁 然後用那個牙刷杯 天氣很冷 用水這樣子洗澡 所以他過了很慘的生活這樣 那後來就是他在 快六十歲的時候 五十七歲的時候 他已經當街友當十幾年了 所以他居然就是靈光一閃 因為他是做五金料材生意 所以他是自己去跟人家 要一些不要的材料 然後自己就在那邊設計 研發 那就弄了一個零件的材料 那那零件是跟汽車有關的 所以他弄了這個零件之後 他就去申請專利 然後就到處自己去網咖上網 去投這個專利給一些廠商 那後來就被發現了 他現在是很多車商 車子需要裡面的一個零件 所以很多車商都是跟他 買這個專利 所以他就突然之間 就從地獄又回到了天堂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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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嫌疑翻身了 所以沒有辦法想像說 一個就是淪落街頭的街友 居然有一天會再變成一個 汽車零件的老闆 所以他還是有才能的 對 他很有頭腦 那因為他在剛推這個專利的時候 其實也是辛苦 因為也是有大概過一兩年的過程 才有後來的成就 那那時候就有認識了一個 也是 他就也協助他 所以等於是在他很難過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在旁邊 鼓勵他 守護他 鼓勵他 然後當他的嫌媚主 所以他當然就是當了老闆之後 就把他娶回家了 那你知道就是他們總是有親戚 那事情就傳到了他的前妻兒裡 那前妻就想說 你現在變老闆了 他就帶著兩個小孩要回來認爸爸 就是那時候都不准小孩看爸爸 可是怕被牽連 那當然是我的骨肉 我還是會願意付錢給他 但是老婆後來前妻發現說 你怎麼會娶了一個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不開心 就希望說你要不要跟他離婚 然後我再回到你身邊 那你覺得那怎麼可能呢 我們已經回不去了 真的 所以他是一個 鹹魚翻身的例子 但是人家也不是八橫財 還是有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 對 好 所以智希 像你的條件其實也很好啊 還會有人嫌你嗎 有 而且嫌得很莫名其妙 我有遇過一個超荒謬 那時候我也是跟當時的男友 已經交往一陣子 我覺得很穩定了 是時候應該要 見見他的爸媽 然後吃一頓飯了解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就 也訂了一個不錯的餐廳 當天我也是把自己打扮得 很端莊 對 就是想說 嫌妻良母的感覺 然後我還準備了禮物 想說禮宿都做到這樣子 對 就很貼心 對 我就很熱情地跟他父母 問好 送禮這樣 結果我發現 從我一進來到聊天的過程 只有他爸爸在跟我講話 他媽媽是不太看我的 就只有 就一進來的時候點個頭 媽媽無感 對 我就想說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或者是媽媽本身就是一個 比較冷淡的人 對 我就沒有想那麼多 結果在整個吃飯的過程中 就是他們三個人在聊天 爸爸媽媽跟我男朋友在聊天 然後我發現 只要我一講話 一插話 媽媽瞬間閉嘴 沉默 就是一步不想跟你聊的樣子 對 剩下來就是在針對我 我就想說我到底 剛剛做錯了什麼 還是我剛剛就是 哪個地方惹到他 他不開心 就是我整個想說 這個門可不能進啊 對 太可怕了 很尷尬 氣氛超尷尬 然後後來吃完飯之後 我男朋友就先離開去牽車 這時候他媽終於跟我講話了 好可怕 為什麼 一講話 第一句話就說 為何 我就黑人問號 我就有點不爽 我就想說為什麼 不爽 那要給個合理的理由啊 對 就是說 為什麼我做錯什麼嗎 他就說 我覺得你的面相很差 你看起來 哪部分 媽媽是從事就是算命中水 他就說他略懂 然後他覺得我的面相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不好 然後我整個人是暗淡無光 暗暗的 有一層灰籠罩在我的臉上 硬糖發黑那一種 拍你啊 沒有忘孤命 他說我的運勢差 如果我跟他兒子在一起 會影響到他兒子的運勢 所以請你好心離開我的兒子 然後後來這件感情 也是因為在媽媽的百般阻擾之下 我們就分開了 就真的分了 就真的分了 因為媽媽就是會一直在旁邊 遊說他 他命不好 然後他會影響你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就分開 那時候超難過 我就天天以淚洗面 然後跟我的朋友訴苦 我就說 妳老實告訴我 我是不是真的看起來這麼糟 真的有在我頭上看到一片烏雲嗎 對 你有沒有看到烏烏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居然跟我說 對 妳的狀態就是這麼差 他說那時候說一個 非常一陣近寫的話 我那時候覺得好受用 他說女人本來就會 隨著年紀增長 就是膠原蛋白會流失 對 他說何況 妳都已經過了二十五歲了 妳講這話有看到 我們三個身上有兩把劍嗎 你看我那時候也有劍在自己背上 我那時候覺得很難 我想說有差那麼多嗎 然後他就說 所以你不能再像年輕的時候 那樣的保養的方式 不可以只做這種外在的保養 不要仗著自己年輕 都不保養 對 忽略內在的保養 然後這樣隨時 隨地践踏自己的健康跟青春 對 然後那時候就推薦我吃一個 保健食品來補充膠原蛋白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開始多運動 多喝水 然後調整我的作息 對 慢慢地改善我的那個 骯髒的氣層 改善那個不好的氣層 然後讓自己可以由內而外 散發出好氣 慢慢地把頭上的那片 烏魚揮走 烏魚快走開這樣子 我們也需要陽光 沒錯 膠原錠 它是一個那個 對 它就是日本知名的大廠牌 然後在日本是已經非常火紅 跟熱賣的產品 然後它裡面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有 膠原蛋白 而且膠原蛋白一定要挑 比較小分子的 對 就比較好吸收 對 然後它裡面除了膠原蛋白 它還有 對 就是可以幫助你抗氧化 然後可以幫助膠原蛋白的形成 這很特別 因為其實一般市面上的 膠原蛋白就是單純的膠原蛋白 對 就是單純的膠原蛋白 但是這一個是有加C就對了 對 而且它不只加C 它也加了很多種的 所以它是有B C跟那個膠原蛋白 那都是我們漂亮需要的 對 而且你特別需要 對 因為你打高爾夫很曬 超曬太陽 所以我更需要 因為一曬太陽 那個膠原蛋白流失更快 對 所以你頭上也會 我開始無暈喔 無暈喔 趕快把股膠原推下去 而且它的那多種維生素B 也是可以幫助你 維持能量正常的代謝 還有肌膚的健康 精神會比較好 我覺得 對 然後像是膠原 我超需要補充B的 沒錯 而且尤其現在這個時候 更需要補充 然後因為像是膠原蛋白跟B群 大家都知道會有一些 奇怪的味道 對 它完全沒有耶 對 因為它就是有經過 特殊技術的質量 而且它顆粒小小的很好吐 沒錯 它就是這種小小一定 所以它完全不會有任何怪味 腥味或是讓你有噁心的感覺 對 然後像是我一開始 接觸膠原蛋白的時候 我是吃粉狀的 我沒辦法 我也不愛 很方便 很難加 對 你這樣倒 然後倒了整個身體這樣子 然後還會被嗆到 而且我超怕吞粉末的 都會卡到舌頭 對 然後它就是這樣 這麼小一顆的定狀 非常好吞 然後也很方便你攜帶 後來我又在那個聚會 遇到我那個男友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媽媽最近有在看妳的節目耶 他說妳整個人好像變了 是不是妳面相變好了 真的啊 對不起 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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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冠患發 整個人開始發光了 然後他就問我 那時候前男友說 妳還有沒有在跟他聯絡啊 妳要不要把他追回來啊 這樣 她運勢很好耶 對 所以要跟媽媽說 人的運勢是可以改變的 對 就像股票一樣 有低潮就會有高潮 沒錯 就是妳要找到 對的保養方式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買 是必須要到日本去買 然後或是請日本代購 但是現在妳在台灣 就可以買到日本原裝鏡頭 太好了 沒錯 而且現在母親節快到了 我覺得就非常適合 拿來送媽媽當禮物 讓媽媽補充膠原蛋白 妳這時候應該 跟妳那前男友說 不然這樣啊 我就送妳媽媽一瓶 讓她可以揮去 頭上那片烏魚 沒錯 媽媽現在臉也很綠就對了 這已經分開了 還要噹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妳平常 就是把自己保養好 其實好運好 氣色其實是可以靠自己 補充的 對 好 那我們也來問一下 我們的安格斯老師啊 如果說當我們真的 不小心遇到這些 門當戶不對的 不平等待遇的時候 那我是屬於哪一種人呢 好 那現在要讓大家 玩一個測驗 因為人生嘛 不管再聰明 總是會遇見一些 不平等的事情 至少發生在感情上 妳無從選擇 深夜妳在一個大公園 妳在那邊散步 但是不遠的前方呢 有一個白衣女子 側面對著妳 太恐怖了 深夜耶 看著前方啊 難難自語 妳會怎麼辦 妳會怎麼辦 好 一 一 保持輕鬆正常走 二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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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步 趕快加速走過去 對 快步 對 好 該呢 那算了 這有危險的話 我還是掉頭 立刻掉頭 我就往回走了 是 等後面人走的時候 走過去 我再跟著一起走 好 從事是一天 你選幾 快步 快步走 對 我要掉頭走 掉頭走 跟我一樣 我也是掉頭走 對啊 其實奇奇怪怪的 我就趕快掉頭了 那我們三個都是掉頭走 這可以問一下Stacy 我加速趕快衝過她 OK 那這個測驗剛剛說到的是 如果你遇到了不平等待遇 她未必是出現在感情之中 你會怎麼辦 但如果是選擇 輕鬆正常走的 一的選項 中間沒事 什麼 消極 遇見不平等的事情之後 雖然消極性我淡然看淡 假如是發生在愛情 或婚姻之中好了 對方愛我就好了 那其他我都看不見 反正我比較確定 你要有其他 隨便 那如果你是選擇 我們先看 沒有人選擇的四好不好 好 等人一起走 等人一起走 那回頭有點尷尬 往前走又有點可怕 對 等人一起走 屬於觀察型 觀察型呢 那如果是 身陷這一段感情 或婚姻之中 那我就靜待其變好了 總是有機會抓住它 我就可以扭轉嘛 反正現狀也不好 撕破臉 平靜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是加速快步走 跟 一樣 怎麼辦呢 屬於 激進型 什麼意思 BASIO 沒錯 那如果愛上了 如果你四周人不認同我 我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想辦法 就是闖過這罐 遲早讓你們一個一個認同 說我面相不好沒關係 我不靠整形 靠養生 對 對 改變七色 好 積極的 沒關係 如果你是掉頭 我可以走 跟可彤一樣 那怎麼辦呢 因為婚姻還很長 如果我們這樣戀愛的時候 就發現不平等 那在這樣的情況算 果斷先不要好了 免得往後的痛苦 前面先平等之後 我們再往後走 對 那如果一開始 實在差距太大 算我們就在這邊 先休止符好了 等到好之後 再繼續走下去 對 所以你是會當激勵 突然就跟他 說再見這樣 我以前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很小女人 只要有人對不起我 不管怎麼樣 多不適合我 我都會一直等 或是一直改變自己 很想要跟對方在一起 但是我現在就學聰明了 所以就結婚之後 才變聰明 就是很會說再見這樣子 我也沒有那麼厲害 我還是會為了小孩 好好考考方法在一起 對 我覺得 當然婚後的處理方式 就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 看到這個果斷型 就是告訴自己 一定要真的要 女生要聰明一點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人家都說 相愛容易相處難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個性上 或是家庭背景上的不同 的確會造成 這個情感的路上 有很多的差異跟走 對 我覺得就是要 多談幾次戀愛 知道自己適合什麼人 多累積一些經驗值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們也要這麼勉勵 我們的女兒們 沒錯 然後所以就是 我們保養得好 很重要 我們才能多談幾次戀愛 沒錯 在這裡也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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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